今天下午呢 我跟Barine要去曼谷進郊一個叫做Bump Pool的地方走一走 那我們是從曼谷出發嘛 所以我們是這樣子一路玩下去 我們會去兩間我收藏的咖啡選物店還有一個景點 那這些地方呢 其實捷運站都可以到 只是因為下站之後還要再搭計程車 所以我們就想說開車過去會比較方便 那我們等一下咖啡廳見 我們到了第一個咖啡選物店 我們先去喝咖啡吧 這邊咖啡選物店呢 叫做Blue Wild Warehouse 它是一個像是大型的倉庫 然後裡面放的是一些比較有設計感啊 或者是古董之類的家具 那我們現在在它隔壁的這間咖啡店喝咖啡 我點的這杯是Peachy Peach 它裡面好像是Peach Espresso 跟Soda 在去年底的時候啊 我才慢慢開始學會喝咖啡 但是我還是沒有很懂咖啡 那我最近喜歡的就是那個橘子咖啡嘛 或者是深椰 咖啡加Soda 是我第一次喝耶 蠻好喝的 它裡面還有放一塊水蜜桃果肉 我沒有想過咖啡加Soda會好喝耶 然後還帶一點點甜甜的蜜桃香 你看 它很好 我喜歡耶 我也喜歡 我已經不喜歡水果咖啡 這個木門可以直接打開 到它那邊的家具餐廳 我們想說啊 就是有一些像是這種 不動炫霧店 可能不能錄影 所以我們就問了咖啡廳的服務生 結果他說要視訊問他們裡面的人員 因為他們兩個剛剛是不同的店家 剛剛把人已經傳了訊息 希望可以 我們進來了 他說是可以拍照的耶 然後這裡面它是像是樓中樓的大型倉庫 二樓的話會有一個小小的地方是在賣古著衣服的 底下的話就是大型家具 像是那種餐桌啊 床啊 之類的 我剛看到這個盤子很可愛 七百九泰銖 這個杯子我也很喜歡 四百九一個 很可愛耶 這顏色 這些椅子桌子啊 都是可以買的喔 這一排呢 是我很喜歡的古著惡手T恤 然後都是一些有圖案的T恤 價格的話它都要寫在這邊 像這一件 就要兩千五 然後這一件要一千九 因為古著還是有它的價值啦 它這裡就是一千塊以上的 因為有一些有牌子的 然後這邊的話就大概六七百吧 我看到一個很像醫院會出現的東西 這應該是古董了吧 這個好可愛喔 它是愛心 可是它超貴 它要四千塊 這裡的話就是有一些燈具 帶你們上來看一下那間古著惡店 這個燈很可愛 它是一顆心臟 這邊的衣服啊 有那個Polo的古著 像這個 然後還有Tommy的古著 我剛看到這件我還蠻喜歡的 它是圖黃色 綠色 跟紫色 拼色 這邊的衣服都是長袖的 然後那邊也是大學T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買 選擇超少的 最近超熱 短袖子有這邊 跟褲子 這間店呢 我覺得它東西算偏貴 不過應該都是一些有收藏價值的東西 那衣服的話 我覺得偏男生還有冬季 我就用不到啊 我原本想說想要買一些可愛玄霧之類 都沒有買到 那我們去下一間咖啡店吧 那我們去下一間咖啡店吧 這兩間咖啡店啊 距離沒有差很多 大概兩站的捷運站 看來看出門了 第二家店呢 它是XXXXXYYY 這是三個X三個Y 它是有點像是複合式的咖啡廳 擺放一些泰國設計師品牌的東西 在這邊寄放 先來吃剛剛點的東西 它有賣一些蛋糕跟飲料 哇 漂亮哦 像是智慧的 巴韻點了一個杏仁可頌 然後我點了一個起司蛋糕 我這杯飲料超像夕陽的超美 它叫做 我看一下喔 wantong punch 好像就是一些水果之類的在裡面 巴韻點了這杯咖啡啊 看起來超濃 超好喝欸 等一下來喝一口 有點藥水的感覺 說不出來是什麼水果 但綜合在一起有點像乳酸菌養樂多 它是像香蕉蝦 很好喝欸 很像奶蓋咖啡 有點像布丁 焦糖布丁的味道 阿萊媽 我的起司三高 是好吃的 來試一下來客送 很好吃 很酥很脆 奶油很香 滿意滿意 這裡有很多設計品牌建築 有貼紙啊 紙膠袋 這個兔兔貼紙好可愛喔 小熊軟糖的玩具花超可愛 到5月14日有展覽 如果你們有來到泰國的話可以來 天啊 這個太可愛了吧 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像泰國佛牌一樣 就是有浮罐跟佛牌 然後它裡面放的是一些回收材料 我想要買這個 超可愛的 但我選不出來要哪個顏色怎麼辦 這個也好可愛喔 這裡啊 就是一堆放大鏡 告訴牌有寫說 拿放大鏡照他們的展覽品 可以細看一些細節 有一種互動展覽的感覺 好可愛喔 準備去下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景點 是我以前在當觀光客的時候 就很想要去的地方 它離我們最終的目的地方 鋪還蠻近的 所以我們就順路的時候 剛好可以去 今天Barin都沒有說到話 讓他說一下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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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是山頭巷城粉紅博物館 非常適合我現在的法社 這個地方我也一直想來很久 剛好正式就經過這裡 就順道過來 我門票啊 現在KK得買的 他就不能在大門口那邊買 一定要來這邊換 抬頭往上看 超美的 我覺得它很像 我們去Hawko那邊的那一個寺廟的感覺 但是它的雕刻更精細 而且像他們這種東西其實都不能碰了 但是我們在KKK那邊的話 觀光客可以碰 所以它那邊就沒有維護得很完善 但這邊的話 雕刻每一個裝飾都是非常完整的 我還要頭暈了 他是這樣旋轉樓梯上去 什麼意思 要到了 藤寮 藤寮 好漂亮喔 它頂樓是藍色的 我們剛走旋轉樓梯上來 這樣子一直轉上樓 我脫快暈死了 然後我剛發現這裡有電梯 我不要再走下去了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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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的外圍這一圈啊 是彩色的大象 然後每隻大象都有名字 而且我跟你們說 一個很特別很好玩的東西 我現在經過大象 有大象的聲音 上層的肚子上面有一個小小窗戶 好像就是我們剛走旋轉樓梯上去 那個最頂端的地方 值得來 很讚很美 可以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你要吃飯嗎 要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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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太晚了 我認為他們要回家睡覺 要到了 到了我們最後一站 我們要走到裡面去 他的橋那邊有非常多的海鷗 希望現在有海鷗 這裡超多泰國人的 感覺這裡像是大家 夕陽時間會來的地方 一包二十塊 好恐怖喔 好像龍捲風喔 好恐怖喔 好像龍捲風喔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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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鷗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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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他們很壞 丟下去他們就吃 然後放在這邊他們就吃 反映很爭氣 你也很爭氣 嗯 這個地方其實蠻美的 不過我覺得要12月就是冬季的時候過來 海鷗會更多 而且這邊好適合看夕陽喔 然後這附近啊還有一些海鮮餐廳 我們可能就等一下找一家來吃吧 給你們看夕陽很美 嗯 像要走到橋最底 不知道那一棟是什麼東西 這邊有一隻大隻的海鷗 法輪在自拍 法輪買什麼啊 我們買桌的啊 要來買 它裡面有很像椰果 還是那種蘆薈的果凍 然後喝起來非常清爽 很適合這麼熱的天氣 我們來吃飯吧 硬要學我講話吃晚餐 這樣有接波車耶 太貼心了吧 好涼喔 到晚上就變涼了 有點瘋 然後搭這個車啊 法輪有問說要付多少錢 他就說隨意看你要付多少都可以 好好聽喔 好好聽喔 enough enough 我們快拍完片了 法輪很開心 很漂亮喔 對啊 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喔 這是什麼八加九的聲音 Cyloom Gallery 這裡超美的 杯子盤子碗都是瓷器 160也很便宜 好可愛喔 貓咪的茶壺跟小茶杯 這是一組的 碗跟盤子是螃蟹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這個呢 是他們的招牌甜點 我是為了這個來的 看起來超好吃 這邊還有海鮮餐廳 跟甜點咖啡 哇 他占地好大喔 到那邊耶 遠方還有燈 我買了一個他的招牌 香蕉蛋糕 Barin,什麼意思? Bit Brownie 看起來醉又好好吃喔 袋子好可愛喔 香蕉你買 笑笑笑 這間餐廳超漂亮的 然後那邊是可以前往二樓 他的樓梯也很美 是那種馬山科磁磚 他這邊有一個這個牌子 就是你吃不完食物 要自己用自己帶的盒子回家 因為他這邊不提供塑膠袋、塑膠盒 然後下面這個是不提供吸管 愛護地球 Barin現在在緊急狀況 現在是夏天超多蚊子 問他們訪問噴義 結果來了一罐西髮精 沒有啦這個是防蚊乳液 也太大罐了吧 我們點了一個咖哩螃蟹 Barin點了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麼的湯 他說叫Cylon動揚 它裡面我看到非常多辣椒 我好久沒有吃咖哩螃蟹了 還可以啦普普通通 咖哩味沒有那麼香 我覺得可以再濃一點 超酸 它就是長得比較像清湯的動揚鋪 味道比較清爽一點 沒有那麼的濃郁 因為沒有野奶嘛 好吃好 今天令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去旅遊 遠遠離離 每次我都不知道哪裡去 我只跟著你 然後 你讓我每次都看得到 每次都看得到 你很淡 你很淡啦 還要來吃我的甜點 它的皮很像軟式可麗餅的皮 感覺超好吃 滿滿的奶油 裡面有整個香蕉 香蕉巧克力 好吃耶 香蕉味很香 苦甜的巧克力 然後外皮這個又軟軟的 他依舊不喜歡香蕉 我覺得好好吃喔 你從那裡送食物 真的嗎 好聰明喔 超酷 他們的廚房在那邊 然後那條長長的軌道 就是把食物送過來 什麼意思 等一下 What's that 這個地方太聰明了 我們要回曼谷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不要忘記幫我按鈴鐺分享喔 Sawaddi kakokokunka Bye Bye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Follow my Instagram 是熊皮啊 No Show me